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心里面也是观察的 太 seja なって confusion 不信x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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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21点 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自然之间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之间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之间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之间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之间的灵独播剧场——月球 自然之间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命都会不адilo 念完的一副老心 熟悉的影均授 很这个能复争方的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那么从今天开始就宣讲 数字菩提琴的后心 这个后心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连接文和真实后心 首先是 连接文有乘上其下的作用 也就是说 连接上下文的作用的连接文 在颂词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执者如是持 清净决心意 抚为增长过 如是战察心 那么下面 我们这个圣化安息心 首先是 为什么要圣化安息心 这种心态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 主要讲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说 所谓的具有慧言的执者 那么这些智者们通过以上的 潜行和真心的这种意识 方法 在自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了 极其难得的菩提心 那么这种菩提心得以清净以后 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呢 当然这个结尾也要算是善终的 如果我们前心圆满 真心圆满 后心没有圆满 那么这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也是不圆满的 就开头的时候很好 中间的时候很好 但最后没有稳固 没有使它的善根加以增长 这样这件事情是做的 不是特别的完美 所以我们为了菩提心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永远不退时 一直于日俱正 正正日上 它的功德一直越来越增长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要赞叹我们自他 所做的一切善根 因为做任何一个善事 一定要有一个随形 要有高度的赞叹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那么有些人的心 不一定是延续下去 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诸吾菩萨 也是一直赞叹菩提心的功德的原因 也在这里 因此我们应该知道 凡是受持菩提心的这些智者们 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智慧 没有智慧的人 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菩提心 没有福报的人 也不可能遇到这样的大乘殊胜法门 所以说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既然已经受了菩提心 受了菩提心以后 现在为了它的善根要圆满 我们也应该加以保护这种菩提心 应该加以培养这种菩提心 而且使他得以稳固 使他强大 使他永远在 自相续障当中延伸下去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 学习大乘佛法的人来讲 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们应该要修自贪 赞叹 应该自己也是生欢喜心 众生应该生欢喜心 所以通过欢喜心来 赞叹菩提心的无上功德 加以兹我们之为每一旦期的导致 优优独播剧场—— 白笘 5 9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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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一个 也就是说 成办自立 圣欢喜心 我们也是分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第一个是要思维人生难得具有重大意义的道理来圣欢喜心 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那么从字面上讲 我们今生今生当中一定获得了如此的菩提心 那么我的这辈子确实是具有福报的 具有意义的了 而且获得了下满的人生 为什么我具有福报呢 因为我获得了下满的人生 并生长在如来的家族当中 成为如来的真正义子佛子 那么首先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说即生当中获得如此的福报呢 我们从无始以来 在这个轮回当中 扭转的次数是无法计算的 应该说是无边无际的 但从来都是在自相续当中 没有生起过如是神妙的菩提心 而即生当中的确是 已经生起了真实无为的菩提心 那么这样的菩提心 所有的人生当中应该说是极为难得的 虽然我们人生有各种人生的身体 但是有时候自己获得的人生 没有成功的话 造罪业的一些人生 有些做一些无聊的 无疾的人生也是有 可是我们今生已经圆满了 十种圆满 远离了八种无效等等 这样十八种下满难得的人生 同时我们有机会 就发了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发菩提心以后 可以说 我们现在都已经 转生到如来的家族当中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我们心当中对大乘佛法争起心结 这是《金光庄论》当中也讲了 这就是我们的种子开始牦遥 开始已经成熟的一种机会 所以我们对大乘佛法生起信心 然后利益众生 发言菩提心和信菩提心 这就是我们世俗菩提心的开端 当然生意菩提心 从一地菩萨开始的 这种如来的家族 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转生到这样的如来家族 但是我们现在在自相续当中 已经生起了世俗的菩提心 当你生起菩提心的时候 前文当中所说的那样 你的名字 你的意义全部都已经改变了 已经成为了如来的一字 你生起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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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生起菩提心 我不是在那里 我生起菩提心 我生起菩提心 你那是cel灵了 就是你生起菩提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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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的中心我们不能玷污 在这个颂词当中应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以后做任何一件事情必须要复活佛陀给我们所规定的教会教义 应该在佛教的所有的这些戒律尽量地守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 已经加入了大乘佛法的团体当中 那么从此以后 我们跟其他的人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们的身份不相同的 我们一定要俘获佛陀的这种事业 而前往不能以一些非法的行为玷污我们如来的存疑无垢的这种中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修行人 我想应该是自己对自己有一种责任感 以前我还没有皈依 我还没有进入大乘的时候 我的身心很多都是 随着这个世间而放逸行事 有这种情况 可是现在跟以前完全是不相同的 我在所有的诸佛菩萨面前 金刚上师面前已经承诺 我从现在开始是一定要按以前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 他们怎么样饶益众生 他们怎么样舍弃自己的一些 我和我所的行为那样 我也是要发这样的愿 必须要做到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发了这样的愿 那么具有一个智慧的人来讲 是不会发空愿的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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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了菩提心 从现在开始 以前不管怎么样 自己再怎么样也是 最好不要以佛教的名义来欺骗众生 不要害众生 我们不能害众生 因为我们所有的祖师 所有的诸佛菩萨 他们在因地的时候 为了救护一个众生就舍弃自己的生命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现在佛教徒不但不能利益众生 而且我们的行为 欺骗众生 杀害众生 殴打众生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种行为跟以前的高僧大德们的行为 就既然不同了 背道而自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获得成就呢 绝对是不能的 不仅我们自己不能成就 而且我们的这种行为 有损于整个佛教 有损于整个众生的 这种善根的增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 也就是说用比喻来说明 获得菩提心的难得 讲这个道理 他这里说 就像一位生命的盲人 就是非常贫穷的这样的人来讲 在废墟当中 在垃圾堆当中获得了价值昂贵的如意宝 这是非常难得的 很荣幸的 一般来讲是不可能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得到 大家都觉得 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依靠业和烦恼的 这样的 废墟那样的身体当中 而没有取舍的智慧的 双目失明的人那样 在这种时刻获得了 像如意宝那样的菩提心 那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这两个 其实比喻和意义相结合起来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获得者无始以来都是 没有打开取舍的 智慧的双目失明者 这是从获得者是极为难得的 然后说获得对境 一般的一些大海 或者是过昂的宝藏当中 如意宝是可能会出现的 但是一般在我们垃圾桶和一些 肮脏不堪的一些废墟里面 不可能获得了 价值良成的如意宝 这是一般来讲 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从对境方面的难得 然后一般来讲 我们所得的物质就是如意宝 如意宝 我们平常得一些嘉奖 或者是获得一些财物 这是有可能偶尔的一种机会 但是获得如意宝 那没有一定福分的 没有一定福报的人 根本得不到 所以所得的物质的 价值方面来讲也是无有伦比的 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 比喻我们即生当中 就是获得了如此殊胜的菩提心 的确也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在座的人 可能有些是四十多岁的时候遇到 有些三十多岁的时候遇到 有些从小的时候遇到 但不管怎么 你什么时候遇到大乘佛法 从此以后 如果你改变了你的中心了 原来就是你为什么而活着呢 就是为自己的生活而活着 那么现在 我们就是为众生的利益而活着 如果你改变了这样的方向 那真的就是 今生当中 获得人生是具有重大的意义 你不能以后21 autorsan就来说 论不做一样 最好 决定音乐 其实真正在是咸的 这些想法她说明的话 所以还会又爭界第一个离 我遇到 这些信念 dramat上它们有一 fough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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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此菩提心 我看你们背诵的时候 这一段背的时候特别好题 而且你们也是 背的时候也可能不是特别的费力 就是这几个都是比较相同的 然后读这一段的时候 有些人背的不是特别好的就马上偷胎 下面就是讲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 每一个人的流转在轮回里面是无数无边的 可是我们要想灭尽 摧毁这样的死主 众生的死主也应该依靠菩提心来可以摧毁的 因为以前所谓的甘露在有些其他的大乘法要当中 就是说是天人的甘露 天人的甘露当时与阿修罗作战的时候 有些天人受伤以后 依靠天人的甘露不会死亡 反而依靠甘露而获得 从此之后 我们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妙法 也有甘露之称 也有甘露的称呼 因此我们所谓的甘露 有时候是灭除众生的生死 也就是说摧毁死亡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甘露 那么从一个角度 世间的甘露 它是无上的妙亚 即使人已经遇到 奄奄一息的时候 依靠甘露 就开始重新恢复 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那么在这个生死当中 真的能摧毁生死的 就是我们这个菩提心 依靠这个菩提心 比如说我传讲者 如果有了菩提心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 进入漫长的轮回之道 如果我是听受者 我是修行者 我的相续当中 有了这个菩提心 从此以后我也不需要 在漏道轮回当中扭转 因此我们可以成为甘露 有了菩提心 我的相维在这里 今天我会变成了 也会重新的瘾子 我会变成为你 因为我有一点 我会变成为你 我会变成为她的 我会变成为我 让你回答 我会变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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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变成为你 我会变成为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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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身体上非常的痛苦 也就是说 外面的物质上没有福德圆满 具足 非常贫穷的 虽然外面的财物已经具足 但是心里很空虚 心里始终都是有一种失落感 没有快乐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也是这样的 虽然外面的一些物质洋洋的具足 可是心里的目标 始终是到不到的 这样一行他的贪婪 贪婪之心日于矩正 最后始终是到不到自己的目标 而非常的痛苦 没有一种满足心 始终是在一种渴望和渔望当中 那么这些人也是非常 从精神上来讲是非常贫穷的 那么我们所谓的菩提心 实际上满足所有众生的心愿 如果相续当中真的有了菩提心 因为没有自私自利的心 为什么贪财 为什么是贪其他一切的一切 就是不会有的 应该它有一种满足感 根本不会伤心的 这样也可以解释 或者所谓的菩提心 暂时缺少人天福报快乐的众生 给他赐予人天福报的宝藏 然后究竟获得圆满 善解脱的这种快乐的贫乏者 就没有这种快乐的众生 对他也是如愿一场 依靠菩提心 使他得以满足 从两方面来讲 我们所谓的菩提心 在整个世间当中 是唯一能满足一切众生的 唯有的过往的宝藏一样 所以这个菩提心 应该说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相续当中生起了菩提心 应该自己都变成了大福报者 但我们世间当中 也有很多的疾病 遣除众生疾病 身体和心上罹患的 各种难以治疗的 不致症的一些绝症 也就是说 非常可怕的一些病 众生的一些身上也有 众生的一些心灵也是有 那么这些病 全部是依靠菩提心来可以治疗的 大家也知道 众生所有的八万四千病 或者说所有的这些病 它的根源就是贪嗔痴 依靠贪嗔痴 风但言所有的这些病才会出现的 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断绝了贪嗔痴的这种根源 这样以后 世间所有的疾病 全部都是没有的 所以所谓的菩提心 唯一的妙药 谢谢大家 我们加油 8月ского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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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